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的美 肯定就是 而且肯定是从幼儿园带回来的 因为我们那段时间就真的就很少很少出门 有时候四姐就找出温度计去给儿子量体温 倒是还好 就始终都保持在37度8左右 没有太高 然后也没有降下来的迹象 然后很轻声的把儿子叫醒 说 伊森要不要吃饭呀 晚上还没吃饭呢 儿子睁开眼睛说 妈妈 上面有一个好朋友 四姐说 你说啥呢 你 你可别吓我啊 哪有一个好朋友 儿子指着天花板说 那在上面 我过去的时候 他俩正在这盯着天花板聊呢 我说 肯定是稍糊涂了 小孩子生病是这样的 不然我怎么办 我下午四姐 不行啊 然后我就说 我说 走啊 爸爸下楼去给你切点水果去 我想给他补充一点VC 能增强一些抵抗力 下楼这一路 基本上已经走不了直线了 爸爸 好难受 真的好难受 就软了 整个人头好晕 我好冷 就他这一边说 我们俩在一边旁边偷笑 但是能看着他强忍着多少吃点东西 就说明他还好 因为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这种试纸 我们三个人就分别测试 当时只有他是两条 我跟四姐还都是一条 四姐就说 咱要不要自家相互隔离一下 我带着儿子睡 你带女儿睡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我们家自从儿子出生 就是四姐跟孩子们睡 我自己单独睡了四年 独上空房啊 所以儿子的症状 只要一起来 四姐和女儿肯定就已经中招了 这逃不掉了 而且我们一家四口天天在一起 就万一真让我侥幸逃掉了 那是不是就显得有点不合群了 没一起啊 那其他的呢 我倒真的都不在乎 只是一直听说一个恐怖的传闻 说他们叮叮会缩小 这谁受得了啊 我抱着儿子坐在那儿 儿子很难受 四姐就很深情的看着我们俩说 哎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失去 上家说 什么叫本就不富裕 差不多难受了两天 小小庄就开始逐渐恢复 我们一看到能淘气了 然后能作妖 那基本上就是没事了啊 两天之后 四姐和女儿差不多同时出现症状 这孩子小不会说话嘛 只是一味的哭闹 但是哎 比较好的一点是 他没发烧 就是看起来症状也没有那么明显啊 又过了大概一天 我的症状也开始显现 我跟四姐就综合了一下 我们各自的感受啊 首先就是没有 就以前流感发烧那么难受 就强度没有那么强 但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 他会放大你身体任何一个部位的疼痛感 比如关节痛啊 骨头痛啊 然后眼睛胀痛 用手指随便就随便的位置 轻轻一戳 就哇 好痛好痛 就是每一个毛孔都有那种灼烧的刺痛感 洗澡用毛巾擦 就是你那个感觉就跟一个壮汉拿着搓澡筋 用蛮力给你撒着盐搓澡的 就差不多那个感觉啊 然后就是感官被明显的弱化 吃任何东西都没有味道 也闻不到气味 听觉也会变得有一点点模糊 它不是声音变小啊 是模糊 就浑浊 听不清 好啊 以上浑身疼痛和感官弱化 大概都会在三五天之后逐渐好转 然后伴随我们时间最长的症状 就是会持续的特别特别的累 没法动 一动就累 睡了一整天 说咱要么随便弄点吃 最简单最简单的啊 烤几瓶面包 涂点花生酱 冲个咖啡 倒杯果汁 就这点东西弄完 差不多 就已经没有力气吃了 你不行啊 你非得吃点 勉强 然后吃完就不行了 得赶紧回到床上躺了一下 四姐说 咱们家是充电十小时 通话五分钟 我说 其实我从床上爬起来 落地的那一刻 就 姐妹已经睡着了 就已经累到不行了 我想说 就这么累 然后 没过一会儿 我也要再睡着了 就是一天起来 好像大概就能干的 一两个小时的事啊 这样的情况 差不多持续了十天 然后开始很缓慢的逐渐恢复 但总还是感觉就没好利索 现在全家转音都已经超过十天了 出去海边散个步 这一家四口就已经不行了 哎呦 东倒西歪 儿子自己也跑两圈回了 我一个 哎呦呦 这嘴唇都已经白了 我说这不行 这咱们得赶紧回家 再继续休息 据那些三四个月前 就两条杠的朋友说啊 就说抵抗力和体能 都还是会有明显的下降 这还真的不知道 会持续多长时间 最终能恢复到什么状态 也也没法确定啊 但好处是我们现在出门 谁也不怕了啊 哎那当然啊 能不中最好还是不中啊 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平安 谢谢观看 这个视频 我就 cheese 我也不巧 谢谢观看 我们出来的想法 谢谢大家